第十題 請出題 請做答 是Emoji Emoji 2A 2B 1C 請討論 光芙哥你選A是什麼的概念 我是不知道的 你是不知道 那有人是知道的 很有感覺 因為我覺得笑到哭就是 好像就等於我們 笑到我都要破掉了 笑死了 我真的笑死了 還先打一個罵你的 然後最後用一個那個 笑哭的Emoji 對 但是因為瞇眼微笑 我會覺得是色情 色情的 在勾引什麼的 對 對 色情沒有敵意 對啊 對A我覺得 所以 所以你決定什麼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好 那我就相信你們 好 請按 好 我們的答案是 A 你表情有這麼痛苦嗎 他起來 他選完還抽筋一下 他已經決定了 可是剛剛 剛剛有人選C耶 沒有人問到他的意見耶 大拇指上的 有人選C嗎 有啊 他選大拇指上的 我覺得 我覺得我的應該是正確答案 真的假的 你剛剛怎麼沒有對 他出來直接堅持 OK啦 其實有些國家的文化裡面 大拇指是罵人的 真的假的 好像是asshole的意思 就是 不是是up yours up yours up yours 也是罵人的 up your ass 這樣子 對 只是問題是他沒有這麼光泛 所以不敢這樣去 up yours 就是去你的 那我們常常拍照都這樣嗎 不行 很多不能這樣比的 很多國家不能這樣比的 可是 我們每一集要最後拍照都在 沒有 可是他現在講的是表情符號 就是我們send的那個 emoji 這個概念 所以你在emoji看到人家這樣 是不好的 你是不是覺得 嗯 他們選擇的是A A 他不管 笑到哭 對我說 沒有錯 可惜錯了 好緊張 正確答案是 大拇指向上 是對的耶 大家都有個東西叫Wikipedia 對不對 現在有個東西叫做 emojipedia 所以大家可以去查 然後2023年最受歡迎的表情 就是笑到哭 因為笑到哭什麼時候都能用 然後啊 笑到哭就是一個人眼淚 笑到這樣自己掉眼淚這樣子啊 對 然後呢很有趣的是 紐約時報喔 真的有報導 如果有年輕人這樣子 看到emoji是這樣子的 反而覺得說 喔我有那麼棒嗎 你居然稱讚我 會不會這個其實有很多嘲諷呢 所以不要亂用這樣子的emoji 好 來我們這個獎金是 47,119 對總共答對了6題 對 那我們就晉升到48,000 哎呦謝謝航長 謝謝各位 感謝 算吧你們五個人 只有一個人可以來挑戰 所以接下來進行下面一回合 唯我讀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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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一個人可以拿獎金 至於規則怎麼樣 48,000獎金嘛 現在有五位 我們現在開始聽題目 搶答 答對的話呢 就可以累積一積分 累積到兩積分的時候 就可以有一張淘汰卡 選擇你要淘汰哪一個隊友 等到最後留下那位 就可以繼續往下挑戰 把獎金帶回家 重點沒有請搶答 所以你聽到要按就按 沒有看到字幕你也可以按 你要搶得先祭也是這樣 但你亂按兩次就淘汰了 喔對亂按然後又答錯的話 就是醜一醜二的話也是淘汰 來第一題請出題 韓國雖然也用筷子 但形狀卻是扁的 請問 請答 避 避免滾動 避免滾動對話說 你怎麼做到的 不可思議 你剛剛還在講完耶 超厲害的 他講到的是因為我 我韓國現在做十年 這問題很多人問我 所以問我前面 前面我就知道後面了 可是我們題目都沒問完 好可怕 我們題目是說 韓國人用扁筷子的原因 是要防止滾動 還是清洗方便 這兩個都沒有出來 他就是防止滾動 太厲害了 就這個原因 防止滾動 我們應該要防止你做答 真的 對不起我錯了 這個倒是我們剛剛吃飯 吃著吃著筷子 掉地上 你以前很多長輩 對啊 長輩他們的餐都是 其父要送過去的 那如果說他是會滾的話 會被長輩打 對因為韓國很特別的時候 他以前沒有什麼客廳飯廳 比方說他煮好之後 他是整個小桌子這樣搬過來 然後他搬桌子的時候 都洗地而做了嗎 對如果我的那個是圓的話 就滾到不行 所以那個時候他才設計出扁塊 可是我覺得扁塊超難拿 我是不會用 超難用的 超難用的 而且那碗會燙死人 對 我一直想問一個問題 他為什麼都沒有什麼家具啊 都是一張地 睡覺吃飯都在那個 你看是不是什麼奮鬥 他沒有放什麼家具啊 因為他們太冷了 所以都會燒炕 這樣比較可以保持體溫吧 所以有炕房的一個習慣這樣子 對 炕在下面 就像大陸的地熱就對了 韓國再提醒一下 是不能把那個碗拿起來這樣吃 乞丐 拿起來是乞丐才這樣吃 對 對 這個碗也不能讓你拿 會燙死 然後快揪扁的 然後就吃得很辛苦 趴著吃 OK 來 你有一分 對 請出題 到日本逛街吃美食 常會看到春雨 請問春雨指的是米粉 又來了 又你 又你 你可以防止作答嗎 冬粉 冬粉對火重 冬粉對火重 太厲害了吧 太厲害了吧 我們題目沒問完對不對 是米粉還是冬粉 然後才講到米粉 他就按冬粉了 他就按冬粉了 對啊 你根本誰跟你玩啊 你要把手抓住啊 對 來我解說一下 好啊 我們常常看到春雨 其實它是一個浪漫的名字 因為春雨主熟就是透明的絲 那就是我們的冬粉 就是這樣 對 春雨 冬粉 他們在日本叫春雨就這樣 對 很浪漫 來 你要淘汰誰 我要淘汰這個 我覺得應該是我們在座智商最高的一位 請問你要淘汰的是 我要淘汰的是 杜醫師 那 蔡哥以為智商最高是你 我其實智商也蠻不錯的 我們不要逞強沒有關係 是是是是 你看了最後就變蔡哥來答題了 對 來杜醫師 有什麼話要說嗎 我現在先把智商的部分 全部灌定給蔡哥 對 他現在大概有280左右 這麼親密 來杜醫師請到旁邊休息一下 這麼快 兩題都被他直接秒殺掉 你知道嗎 太誇張了 對 待會你們勿告他 對啊 大家該知道怎麼做了 現在他也歸零了 兩張卡也歸零了 大家都一樣了 來 請出題 有些國家的首都 不是最繁華的城市 請問 美國的首都位於哪裡 好 提琳 華盛頓特區 華盛頓特區 對 後走 對 恭喜答對 華盛頓DC 對 華盛頓DC 很多人以為它的最大城市 紐約 那紐約是不是它的首都 其實不是 不是 有一分 接下來一題請出題 澳洲特有種五尾熊 懶洋洋沒有體力 是因為他們吃什麼樹的葉子為生 好可能 等一下 好可能吧 尤加利素 對 後走 答對了 尤加利素 尤加利素呢 就是裡面其實是有毒的 所以就變成說他吃的時候 他要花很多體力在那邊排毒 那排毒的過程呢 消耗很多能量 讓他昏昏欲睡 然後烏尾熊呢 每一天可以睡17到22小時 這麼久 可是後來聽說 尤加利素也是拿來做安眠藥的一種 對啊 本身裡面 他一直在吃安眠藥 很猛耶 很猛耶 效果滿好 對啊 對 可能還滿喜歡這種感覺 好猛猛的 來 下面一題請出題 台灣擁有許多不同文化特色的 離島圍繞著 請問 台灣的離島當中 最北的離島是金 來 請說 光復哥寫你玩 馬祖 馬祖 對我說 真的喔 天啊 我們都還沒寫耶 我們離島很多耶 我們題目 東影 烏丘 金門 馬祖 彭埔 對 題目是要說 讓大家從金門跟馬祖裡面選 他就直接按了 對啊 他連聽都沒聽耶 不用聽 直接選馬祖 馬祖是最遠的 最北的 對 最北的 所有的尋導北的都算馬祖的 我記得是這樣 所以最遠應該是北竿喔 馬祖有北竿嗎 東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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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馬祖的東影是台灣最北的 對不起 我還去過咧 坐船快坐死了 他那邊有一間 他那邊有一間 Seven叫做北七分店 真的啊 北七門師啊 真的啊 就是北七啊 為什麼他東影是入戰隊在 之前入戰隊在看過 我們是入戰隊康樂隊 要去宣位 要去落軍 對 我們就坐了船 坐了快一個禮拜了 是 很遠 很遠啊 很遠 好遠喔 來你有兩張卡 請淘汰 你有一張淘汰卡請問 請決定要淘汰誰 我要淘汰的是 夏雨昕 蛤 蛤 你又留下來了 你的智商獲得肯定了 我的菜哥走到最後了 你為什麼要淘汰我 因為我其實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我覺得藝人是最強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運氣都在這個 綜藝節目他們的運氣會很強 你意思說不是靠實力是靠運氣 呃對不起 可以好好聊天嗎 可以好好聊天嗎 不是啦 光復意思說他們適應性很強 對 適應性 他們不會雀場嘛 對 可是你忘了 你現在變0分喔 他如果再得1分就淘汰你喔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嗎 因為你會有2分是不是 沒有沒有沒有 我喜歡競爭 喔 對 真的看你們最沒話 真的耶 說是說很客氣這樣 你常常會耶 現在光復哥 我不會淘汰你 因為我拿不到卡 我拿不到卡 下雨昕 謝謝 有什麼話說 呃 光復哥我會好好記住你這樣 好不好 謝謝你 謝謝你今天淘汰我 請坐 Battle ATM Who dares to battle 喔 拜託ATM 誰敢來Battle 訂閱拜託ATM的YouTube頻道 等你來Battle 我來Battle